欢迎来到NewsTT70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感觉愉快 看看我们的视频 杨子月底禁组佳业 黑白拼接群惊艳众人 老婆好美 呼声高 杨子 作为中国90后演艺圈的扛把子 近年来一直以精湛的演技和敬业精神深受观众喜爱 而即将于月底禁组拍摄的新剧佳业 更是吸引了广泛关注 就在最近的一次公开活动中 杨子身穿一件黑白拼接连衣裙亮相 优雅清新 惊艳众人 现场观众纷纷赞叹她的美丽 甚至称她为老婆 这种赞誉不仅反映了她的外貌魅力 更折射出她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杨子这次亮相的连衣裙 可以说是经典与时尚的完美融合 黑白两色的拼接设计 简约大气 却又不失时尚感 视觉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冲击 裙摆流畅的线条和精致的剪裁 更是将杨子的身材曲线展现得淋漓尽致 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优雅与大方 这件连衣裙 不仅符合活动的正式氛围 同时也给人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 让她在众多明星中脱颖而出 这款连衣裙的设计既体现了经典的时尚理念 又增添了一些现代的创新元素 特别是在色彩的搭配上 通过黑白的强烈对比 将杨子的独特气质衬托得更加突出 黑色象征着成熟与稳重 白色则代表着纯净与天真 而这两者在杨子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平衡 她的气质不仅能够驾驭这种撞色设计 甚至能通过自己的个人魅力 使其更加鲜活生动 从设计的角度来看 黑白拼接连衣裙的巧妙之处在于 她并没有过多复杂的装饰 反而通过简单的线条和配色 来突出穿着者的气质与气场 这种极简风格的时尚单品 能够帮助穿着者更加专注于自身的气质表达 而不被外在的复杂设计所掩盖 杨子选择这件连衣裙出席活动 无疑展示了她对于时尚的独到见解和成熟的品味 杨子现身的这次活动 引起了现场观众的热烈反响 当她以这身黑白拼接连衣裙出现在台上时 台下的观众几乎瞬间被她的美丽和气质所吸引 许多粉丝甚至直呼 老婆好美 这样的热情赞美 足以证明杨子在观众心中的特殊地位 她的每一个微笑和举动 都像是在与观众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 传递着她内心的从容与自信 观众对杨子的喜爱 不仅仅来自于她的外貌 更重要的是 她多年来在演艺事业上的不断突破和成长 作为一名90后演员 她不仅在多个热门影视作品中展现了精湛的演技 还始终保持着对角色的敬畏与热爱 这种敬业精神使得她在每一个角色中都能带来新的突破和惊喜 也因此赢得了观众的广泛支持 此次活动结束后 杨子的路透照片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开来 从路人的镜头中不难看出 她的状态依然保持得非常好 无论是妆容还是精神状态 都显示出了她作为一线女星应有的专业素养 杨子这种甜美与优雅并存的形象 让她成为了许多年轻观众心中的国民女神 而她的亲和力和真诚态度 也让她在娱乐圈内外都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即将于月底尽组拍摄的电视剧《家业》 是一部讲述灰州末夜传承与家族荣耀的历史剧 杨子在剧中饰演女主角李珍 肩负着家族的荣誉与责任 面对家族的没落 她勇敢地承担起复兴灰州末夜的重任 这一角色不仅要求演员具备深厚的演技功底 还需要能够诠释出人物在逆境中的成长与坚持 对于杨子来说 李珍这一角色无疑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在过去的演艺生涯中 杨子更多饰演的是现代都市女性角色 尽管这些角色各具特色 但《家业》中的李珍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形象 她不仅要表现出古代女性的坚韧与智慧 还要通过细腻的表演展现出人物内心的挣扎与成长 这不仅是对杨子演技的一次重大考验 也是她职业生涯中的一次重要突破 《徽州末夜》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承载着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底蕴 而《家业》通过讲述末夜传承的故事 不仅展现了中国传统工艺的辉煌历史 也通过人物的奋斗与拼搏 传递出对家族精神和文化传承的深刻思考 杨子在这一作品中的表现备受期待 观众不仅期待她能够诠释出一个坚强独立的女性形象 更期待她能够通过这一角色 带领大家重新认识和理解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娱乐圈中 杨子一直以她的敬业精神和对演艺事业的热爱为人称道 从童星出道 到如今成为炙手可热的女演员 杨子的成长之路充满了挑战与机遇 而她之所以能够在娱乐圈屹立不倒 除了因为她的外貌和人气 更重要的是她始终保持着一颗对表演的敬畏之心 杨子常常在采访中提到 她对每一个角色都抱有极大的尊重和热情 无论角色大小 她都会全身心投入 力求通过自己的表演给观众带来情感上的共鸣 在她看来 演员不仅仅是完成一个角色的演绎 更重要的是通过表演将角色的内心世界传递给观众 正是因为这种对表演的热爱和执着 让她在众多90后演员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实力派演员 杨子在演艺事业上的成功 离不开她背后付出的努力与坚持 她常常为了一个角色去深入学习和体验生活 力求通过自己的理解去还原角色的真实感受 例如 在拍摄《香蜜沉沉浸如霜》时 她为了更好的表现剧中人物的复杂情感 不仅研究了大量古典文学 还与导演和编剧多次探讨角色的内心世界 正是这种对角色的专注和认真 让她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的角色形象 也因此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 随着佳叶的拍摄临近 杨子的粉丝们对她的表现充满了期待 李珍这一角色 不仅要求演员具备过硬的演技 更需要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 传递出角色在家族责任与个人成长之间的复杂情感 而杨子以往在情感戏中的出色表现 正好为她诠释这一角色奠定了基础 可以预见的是 杨子在家业中的表现 将再次成为观众热议的焦点 通过她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出色的演技 相信她一定能够将李珍这一角色塑造得深入人心 同时 这一角色也将成为她职业生涯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帮助她在演艺事业上再攀高峰 总的来说 杨子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天赋与美貌 更因为她对演艺事业的热爱与坚持 她不断挑战自己 突破自我 为观众带来了无数精彩的表演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杨子将继续用她的努力和才华 带领我们走进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世界 家业即将开拍 我们期待着杨子再次带来震撼人心的表演 让我们共同见证她的成长与蜕变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